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先看一條內地的微博消息 昨天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指導北京市辦公室 約談新郎微博負責人 針對微博在蔣某輿論事件當中 安餘了網上傳播秩序 以及傳播違法違規訊息等問題 責令他要立即整改暫停更新微博熱手榜一個星期 這個時候大家可能都會好奇這個蔣某是哪一個 網民估計是淘寶天貓總裁蔣凡早前捲入的出軌緋聞 蔣凡的妻子在微博以花花董花花的網名 在今年4月發個post向情敵蔣大逆下通牌 說到這一次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警告你 不要再來招惹我老公 我就不客氣了 老娘都不是好事 望自重好自為之 這個蔣凡出軌的事件一度被推上微博熱手榜 但微博隨即是把微博上相關的post全部刪除 而張大逆的微博無法留言 蔣凡的妻子原本的post也都被關閉留言功能 以至到蔣凡的妻子之後再發post 說到誰把我的評論習慣了 接下來我講一點自己的陰謀論 這個蔣凡大家都看得出 他是天貓總裁 是阿里巴巴的高層 他高層到什麼地步呢 外界可以稱他為阿里巴巴的太子 即是未來的一把手 成計人 現在因為這個事件 最終阿里巴巴說他影響了公司的聲譽 簡單來說 不要說他還留不留起阿里巴巴 他一定不會是阿里巴巴的成計人 不會是第一把手成計人 叫做斬太子 陰謀論一點說一說 背後到底是單純的掌犯出軌匪聞 還是有人推波作爛的呢 阿里巴巴夠膽去動阿里巴巴太子的會是什麼人呢 的確會有人聯想到 騰訊系的另一個新聞 就是 準確我不記得什麼時候 就是若干年前 幾年前 就是騰訊系的京東的老闆 都在美國出現過這種出軌匪聞 當時那個女生還想告他強姦 但是種種的證據根本不是強姦 我自己覺得 下面有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 京東的老闆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京東的老闆 一系列的細節被人播出來之後 我個人覺得他是被人落陷阱的 但是誰落他陷阱呢 有人傳說是阿里巴巴 因為他在國內是兩個絕對的對手 當然也有另一種說法 就是說 會不會是 一些外國的人 想將中國的公司拉下馬等等的事情 當然這些只是純粹陰謀論的猜測 亦都不排除單純就是他們的出軌事件 單純他們的妻子 在這裏向小三鬧戰罵戰等等的事 這個是我的看法 可以大家自己講講自己有不同的看法的話 好了 下一則的消息 昨日的影片和大家講過 說港獨頭目那兩個的 孫曉藍和劉詠康被加控暴動 跟大家更新一下 原來總共是包括孫曉藍和劉詠康 案中共12名被告被加控暴動罪的 而當中王家豪另被加控一項刑事毀壞罪 潘浩超就另被控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 和兩項刑事毀壞罪 真的 嘩大哥 突然間開心六倍 即不是和你太玩笑 好了 下一則是澳門香港的消息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多時 不少身處海外的澳門居民及留學生 希望經過香港機場返回澳門 同時滯留澳門的外地人士 亦希望經香港機場返回原居地 為此澳門特區政府推出特別盜輪服務 接載反澳的澳門居民及返回原居地的外地人士 特別盜輪服務的運行時間為6月17日至7月16日 盜輪行程當中不提供餐飲服務 澳門居民進入澳門前必須申報健康狀況 以生成澳門健康碼 澳門的居民抵達澳門之後 需要遵守西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預防及控制措施 將會在衛生當局評估後 直接進入指定地點接受14日的醫學觀察 澳門居民的醫學觀察費用是豁免的 再下一則香港健康碼 香港政府日前表示有意於短期內推行粵港澳健康碼 有媒體聲稱收到爆料 香港暫時有8間私家醫院或化驗所獲得認證 而如果市民要取得健康碼 首先要經過醫生評估和安排進行病毒測試 化驗室和醫院有結果之後會上載至電子平台 再向病人發出二維碼 等市民過關時向入境人員掃描 市民獲得健康碼之後 可以在7日有效期內 免檢疫往返粵港澳 看完這個新聞 相信香港的健康碼真的會在短期內出現 我還特意去了澳門的微信公開的政府資料 在3日之前澳門已經做了澳門健康碼 當時他做的就是往返澳門珠海兩地 所以他只是在內地和媒體爆料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他這裏都講得比較清晰一點 他到時要做這個健康碼 預計需時六個小時 媒體沒有講到 第二點 往返地區不同 當時澳門只是做珠海和澳門往返 如果香港講得出是內地澳門和香港的話 那似乎是否代表著澳門這個都要更新呢? 那不排除 第三點就是 它這個健康碼是沒有說有效期只是7日的 它似乎是有就有的了 我不知道香港那個是否會做得比較嚴格還是怎樣 第四個項目就是別人分不同級別的 合理的當然是綠馬 綠色叫做安全 才可以出入 紅色就是你舔了東西 黃色就是你還是疑似舔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看到香港那邊的爆料和澳門那邊的公開資料有少少不同 大家多個參考 好啦 影片最後部分也和大家看看觀眾留言 先回覆一個很多人問的問題 昨天的一條影片就講到 港獨一個組織負責人陳家驅 棄保潛逃 走了去荷蘭 很多人的疑問 為什麼他走到佬 不是坐大飛 現在他是坐飛機 大飛機 光明正大地走佬 這些叫不叫走佬 那些海關不是應該可以扣起他的嗎 或者捉了他的嗎 或者不讓他出關的嗎 或者警方不是可以沒收他的passport等等的事情 大家搞錯了些事情 OK 這個陳家驅 現在他掛在身上的這個 是非法集結罪的 那他現在警方沒有說過 他是不可以離開香港的 他的保釋條件是 每個星期要到警署報道的 OK 這個才是重點 我告訴他去環遊一個世界 總之那個星期之後 他又回到警署報道 It's ok 不同肥佬黎 正如肥佬黎 他不會告訴你他想走佬 他是告訴你 我想出警 出完警署想不想走佬 就是另一件事 OK 因為他的罪都很重 而且表面證供已經很充足了 肥佬黎是不同的 和非法集結是另類的 而這個陳家驅為何要走佬呢 我個人覺得他不像 剛才那位十幾位 被加控暴動的人一樣 警方會不會越查越多資料 原來最後有證據告他更嚴重的罪行呢 那麼他就淹底了 就走路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清晰的核心因素 他是可以出境的 但是他要回來香港報道 但是他已經沒有回來香港報道了 那麼 背後的因素 會不會是警方會追查更多的資料出來 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很多人 我覺得是誤會了的原因 好了 那麼再下一位的觀眾 他就說到 我都是在深圳上落上班和住的 2月3號那一日翻野 突然間收到馬馬州關口開始 上班的地方和住的地方 來深圳灣好遠 保守估計要四個小時來回 而且人又多 南山區的地鐵站附近 那間醫院專門收肺炎的病人 結果我好像爛民那樣 沒有沙悶 沒有地方住 結果及時在網上訂了一間賓館 第二天已經敷光了 住到現在 被他繞足四個月 現在只希望可以儘早自由上落 額外的洗費 都不止政府派那一萬元 這位觀眾真是典型的 疫情受害者 即是香港這個關口 限制了之後 而嚴重影響到的觀眾 徹徹底底就是這一類 好了 下一位的觀眾 他就講到 Simon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22年 目前的工作是社區服務 自從排華活動開始 市政府 省政府和杜魯多都嚴正聲明 種族歧視是絕不容許的 我從事文化藝術多年 一向都得到尊重和認同 上年在頒獎禮上面 六名的得獎者裏面 有四人都是華人的 我看不到我住的城市有種族歧視 當然華人去到加拿大居住 首要是要融入當地 尊重當地的文化 再將中文的藝術文化分享給加拿大人 他們是欣賞多過歧視的 我的學生包括任何種族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更加不認為是二等公民 我為我的付出 而得到市政府的認同 而感到驕傲 我會繼續擔當中華兒女的角色 為華人爭光 這位觀眾提及二等公民 我印象中之前的觀眾提起二等公民 好像是 如果你去外國 例如當地是英文的話 而你的英文也不是特別好 而你的個人工作能力也不是特別好 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變成二等公民的地位 但是 我覺得 留言的這一位觀眾 從他的整段留言裡面 無可否認 我覺得這一位觀眾 你是很厲害的人 我不要介意說他 嗯 可能某個顏色的人 就是跟我說 你走回去自己的國家 可能這些說話 真的不會在你 這種生活圈子裡面出現 因為你的個人能力強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你的付出得到市政府的認同 那是否 市政府頒的六個得獎名單 而你是其中一個 那這些真是很厲害的人 那 我相信你的生活圈子 已經是懂得尊重你的人 但是 不可以否認的是 可能有些普通的職業的時候 他們的文化水平 跟你是有絕對差異的 我從你的留言 文筆 我都覺得 你的文化水平很好 不用講當中的事實 文筆 我已經覺得你很好 這裏 真的挺大差異的 我這樣覺得到 但是 整體上 當然 是那一句 不是說 所有人都一定有其事 而是 不如實際一點說 任何地方 任何種族 其實 多多少少都有好人和壞人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講出 自己不同的經歷 或許 可以 擴闊自己的視野 是的 好了 那這條影片 就來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好 可以 按讚